但是另一頭大家看到的 蘇貞昌的臉書 來這個鏡評看一下 這個8393.4億 這個預算怎樣 我告訴你 我這樣做 我那樣做 有沒有 通通政府都是用在這個刀口上等等 然後旁邊的這個民眾 我覺得一下子民眾也很聰明 怎樣 一張紙就要加8400億 我給了你8400億 你一張紙打發我 你覺得我會信嗎 政府花8400億 比百姓花8400元還要瀟灑 你真的很聰明 國會都你們自己人了 為什麼國人要自己花錢排隊去購買 對不對 最早的時候疫苗也要花錢 你記不記得 現在快篩技也要花錢 然後唯一處理方式就是 政府發錢 債留子孫 一定要打贏您所說的防疫選戰 下台好嗎 雖然我跪著求你 看你說了滿嘴 但人民就是五感 水深火熱 來敬評 朱冠3700多億 振興2048億 防疫1539億 是最少的 這8400億 隔著他8400億 就一張圖把大家打發了 來 敬評 那個8393.4億 8400億 下面的每一筆支出 接受國會監督 這句話他很明顯 想要拉著立法院背書 但是我就非常有意見 因為剛剛廣告的時候 我特別請教介大使 跟春琪老師 大家記不記得 去年再缺疫苗 還買不到疫苗的時候 那時候吵著要買莫德納和BNT 我們台灣缺疫苗的時候 國民黨在野黨的立委 還有時代力量 還有民眾黨 那時候說要發起一個 國會調閱 也說要準備要一個調閱小組 你要買疫苗要怎樣怎樣 然後當時民進黨 就一直罵國民黨說 你們想幹嘛 你想知道價格 你想介入採購案 你想做什麼 你為什麼要看這個呢 然後當時就一直說 我們要先看 先監督開機密會議 都沒有問題 為了那些事情吵了一兩個月 後來直到郭台銘跟郭董 鴻海 還有台積電 和慈濟基金會跳出來說要買 整個速度很快很快 然後整個那個又不了了之了 所以我印象非常深刻 大家不知道還記不記得 這去年的事情 當時民進黨就說 這個國會監督 國民黨是不是要去洩密 要幹嘛幹嘛 這哪叫國會監督 你當時要買多少錢 一記多少錢 然後甚至扯到了林權 還扯到了這個當時東洋 然後後來東洋又爆出 那個所謂的內線交易 不是他的總經理 什麼都被收押嗎 這些都是我們歷歷在目的事 那你現在說每一筆支出 都受國會監督 請問你現在去問國民黨 還有民眾黨 時代力量 在野黨立委 他們會同意這個說法嗎 不但沒有讓國會充分監督 你還用這個話 來叫拉立法院背書 我真的覺得真的是很不要臉 然後現在來看防疫的1539.4億 它上面還有疫苗快篩 你花了這些錢 到底買了多少疫苗 你的快篩 你的相次分明 你是不是要可以把它分開來 一筆一筆分清楚 而不是說我買疫苗 又買快篩1539.4億 你總共多少個疫苗 之前有一個戲目 大家看到沒有 沒有 之前有一個戲目 說他買這個口罩 面罩 買了幾億個 有沒有 口罩 面罩 但是買快篩非常少 我記得大概只有幾千萬 但是花了好幾億去買這個口罩 這是不符合比例原則 當然是有一些現象是沒有錯 在他這個圖裡面沒有做出來 但是我覺得想講的是一個感覺 這麼多東西給你 而且你自己說不缺的 是你自己講的 對不對 但是從高金素媒還有從賈永傑 從他們的一個需求端來看 他們接觸到的基層醫護 跟基層百姓跟他說的 都是缺缺缺 所以就是說這個部分 然後另外一個我覺得更可怕了 就是人民缺 醫護缺 不會找政府 大家知道我們剛剛先講 現在也不想找1922 也沒效 對不對 這就是一個政府整體失靈 是不是 打架完之後就變成了水 溫和不刺激 它比酒精跟漂白水更環保 適合長時間多次頻繁的使用 請趕快上快點購 買的時候記得輸入我的 推薦代碼就有折扣喔